他不能去人谈 把美好想不去 越了时间 学王的发展真的是让人有点 摸不着头脑啊 桑瑞瑞还在和其他品牌 在9.98块8的价格占领 难分胜负的时候 学王直接就是一个华丽转身 直接和邮政联名上了 店铺招牌的也都换成了精致的绿色 那灭水冰城为啥从一个 惹是生非又人见人爱 该溜子快速的转正了呢 为啥网友对密学冰城 就是一边倒的偏袒 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想为大家好好的 安利一下这个品牌了 只不过总感觉 我是讲影视的 要是一讲这个恐怕也是搭不上 这下可好了 咱们的学王该溜子 不仅把奶茶的价格 给我打下去了 近期呢 学王的动画也在8月25号就上线了 不知道娱乐圈是不是开始颤抖了 我是有点颤 就学王这砍价的能力 我看那天价片酬 别人是拿呢 有些人没办法 但如果是雪王拿出这么优质的动画 不知道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咱们的男主角当然是雪王了 雪王来到猎谷啊 寻找被偷走的冰淇淋拳杖 机缘巧合 这下就了以赚钱振兴饭店 为梦想的赏金猎人杜老板 两人带着各自的目标呢 就开始了一段冒险的旅程 画风呢 还是延续了一贯的雪王 比较可可爱爱无厘头的风格 剧情节奏呢 也还不错 至于说会不会有点幼稚什么的 我觉得你瞎说个啥呀 也许对大班的小朋友来说是有点幼稚 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 我觉得是刚刚好 其实讲这么多啊 都是为了忽悠你的 我是觉得不管好不好看 咱就是说要好看 咱就是说对雪王的态度 就只有一个偏爱 那这次雪王其实也出过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结果网友呢 却纷纷开始自我检讨起来了 有些人说啊 一定是我喝的还不够快吧 或者说是 是不是我最近没有经常喝雪王呢 让雪王有难处了呢 但是为什么这么偏爱雪王呢 其实早就埋在了他日积月累起来的好口碑里了 那么在前面8月3号的时候 他又捐了1000万给北京和河北 支持抗训救灾 你想想他一杯柠檬水才4块钱啊 除去原料店面和员工的工资 他能赚几毛钱呢 而就是这几毛几毛的钱 他都那么一点一点的攒下来 一遇到社会一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一下子又捐出去了 当然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么霸气的捐款了 除了捐款 他还有很多让人很感动的事 那我也不在这里一并的去说了 都说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记天下 你说他一个卖这么便宜柠檬水的 又能有几个大型企业发达呢 所以啊 还是期待更多像这样的良心企业出现吧